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整个故事是 孝武帝百官哭怒 南朝的宋孝武帝的殷贵妃死后 孝武帝帅群臣到墓地哀悼 说,谁哭得最厉害,谁就有赏 大臣刘德顺立即垂胸顿足地哭了起来 孝武帝很高兴,就赏他去当豫州刺士 衣冠杨智当时也哭得很厉害 这件事过后,有人问杨智哪里来那么多集累 杨智回答说,其实那天我是哭我死去的妾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